原來這裏就等於以前很多人都認識的醫女波 不過改了名字 而這裏的日本師傅 都仍是十多年前醫女波開張的一位 很多時我們晚上才會去吃燒肉 但其實下午是便宜很多 好像最相宜的就是這份90元 這麼大碟肉 本身的燒汁加了一些水果和紅酒 水果的甜味特別能夠提升肉香 飲了蛋後吃下去真的滑很多 而且因為油被火逼出來 吃下去也不會覺得超級油膩 想吃好一點可以考慮牛空腹定食 脂肪均勻 燒緊都覺得吸引好像很軟 還有點餐廳自家製的燒汁 甜甜的易入口又能夠提升肉香 還有檸檬汁可以去下肉本身的膩感 我就最喜歡用肉捲著這些圓圓圓的日本米一起放入口 通常Happy Friday都想吃好一點 可以考慮這個特選的定食自己選擇兩個部位 我就選了牛上排和這個挺有趣的虎漬牛小排 長條形的牛小排用日本廚師自家製的燒汁 其實每款燒汁的味道都有點不同 這款相對濃味、鹹甜味都很突出 但是有平衡的 這款很濃味 所以趁個凍啤酒就最棒 這個就豐富了 又燒肉 又當飯 我就選了北海當 因為有5款刺身 另外都有三文魚當 和吞拿魚當的選擇 其實母親節都未必一定要喝茶 可以考慮和媽媽來這裡吃 那當然要吃好一點 來個日本飛逃牛啦 看不看油多到令爐著火 完全是入口即用 除了燒肉,還有當飯選擇 日本蛋親子雞當 最令人流口水就是中間這個很橙色的日本蛋 我真的從小到大都很喜歡吃蛋黃拌飯 燒汁生薑屯燒當 是香口的腩肉 死的 死的 在菜單身上 眉眼神